哇 許晉鴻這一棒 掃到了右外野方向 球還在飛 拉上就逆天了 HOMEBRO 本季的第11 會不會順嗎 該怎麼說 就是還是保持自己的一個 一貫的節奏吧 就只是剛好最近 可能運氣也好一些些了 對啦 我是覺得他在 自己本身的心理的建設 已經有長大了 不像以前好像遇到一些瓶頸 他就稍微會逃避 那在 特別在手背的地方 他也是蠻突出的 幾個Fight in Play 就可能比幾子安打 那在他手背穩定的狀況下 打擊又有表現的話 當然他是 越打會越有信心 這方面其實就是 要感謝很多教練 就是 在不好的時候 你有什麼地方 可以幫助到球隊 這個是 對於那時候的我 就是比較容易 低潮的時候 就會想東想西 就容易 鑽牛腳尖 那也是經過這些不好的經驗 慢慢的去吸收 然後去改變他 得到現在這樣子 比較好的一些表現 對這些過程得到的 就是 機場跟前陣子的差別 可能在於那個想法 因為在跟之前打得比較好的時候 給自己的要求太高 所以導致前陣子就一直想要表現 就變成反笑了 我都一直覺得他的揮棒的確實性 是蠻不錯的 除了對付特別快的 或者是比較標磚的投手 要不然他的機球 我是覺得還蠻OK的 對啊 那有好的表現 其實我也不意外 最近的話 就是 我在攻擊上 就想的比較簡單 就不會去設定什麼球 只要是我覺得我可以攻擊的 我就會 就比較果斷的去做攻擊 被擠壓到 還是那眼相關的飛球 許激鴻要躍動滑走開 我來 這場比賽畫下句點 穿尾追幫帶到了左外野發向 看一下李勝玉最後追了過去 哇唷 要小心喔 這個要看他的左腳 希望沒有問題喔 但接得很漂亮 雖然落地這個 有一點點沒有這麼帥 但最後他有把出局數給抓下來 原本以為他可能是要直接 飛撲出去的樣子 但最後好像動作有點卡住 但是手確實還是很順利的接到球 應該說用滑接應該不是用飛撲 這邊其實有點要滑接喔 其實那一顆 我一開始打到的時候 我是往後 但是可能被風的影響 那個球路被吹下來 所以又快速往前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說 要滑還是要鋪 因為覺得接得到 可是接到的時候 就是下一步 腳踩得都滑掉 就是造成 造成翻滾動作 造成翻滾動作 對 對 對